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一次危机很快到来 突厥杰利克汗大举20万兵马来犯 他是在626年8月初九登基成帝的 仅仅过了半个月 8月24日杰利克汗就率军杀到了高陵县 他从燕门到太原到河东 一路基本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大家对李世民能否坐稳皇位 还是持观望态度 面对这种形势 当务之急肯定是先出兵对抗 两天后 李世民派玉池静德前去迎战 与突厥人大战于京阳 遗憾的是 御池静德并没有挡住突厥人的兵风 突厥骑兵直接杀到了渭水边上 杰利克汗和突厥克汗在帐篷里 吃着烤肉喝着麻奶酒 已经开始畅想 将中原作为草场放牧的美好未来了 咱们把这里变成草场 那得养多少牛羊啊 那变成草场之前 我先要到长安城的太极殿去住一住 你小的来 杰利克汗 让知诗斯利作为使者先去拜访一下李世民 探探长安城的虚实 李世民自从会打仗以来 基本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这次被突厥打到渭水 还是李唐王朝建立以来第一次 现在自己刚登基政权还不稳定 他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于是开会讨论 主战派以李静玉持工为代表 认为大唐兵力足以和突厥对战 打就完了 但是房玄龄分析的也很有道理 突厥和大唐利益不同 突厥以游牧为本 本就是兵民一体的 而大唐以耕种为本 他担心如果不能一战解决后果会更加严重 李世民明白房玄龄说的是实情 他不是不想硬刚 而是决战的时机还不到 不能用大唐的国运去赌 于是他决定服软 待将来国力转环再报仇血恨 但是强盗都打到你家门口了 是你不想打就能不打的吗 挨李世民就可以 直师司力到达长安后 李世民让琵琶歌吉演奏 秦王破阵乐 直师司力开始吹自己有多少人吗 期待能下注李世民 但是李世民压根不吃他那套 他大骂突厥杰利克汗背弃盟运 直师司力懵了 幻想的剧本不是这样的呀 要不是大臣拦着 李世民还要砍了直师司力 这套路不对啊 这就是李世民的办事风格 扣押了直师司力 然后亲自带着房玄龄 高士连等六个得力重臣 从玄武门飞辈出 来到渭河边与杰利克汗隔着渭水相望 得到报信的杰利克汗也懵了 怎么李世民非但不服软 还扣押了自己的使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和突厘骑马来到渭河边 和李世民等隔阂相望 他想看看李世民到底搞什么鬼 突厥骑兵虽然声势浩大 可毕竟在别人的主场 看到李世民等人飞奔而来 还是显得有些骚动不安 甚至有士兵紧张地掉下马去 李世民策马上前 准备自己骑马过河 被萧宇等人拦住 皇帝不能以身犯险啊 像汉高祖刘邦被匈奴白灯置位 要是出了闪尸 大汉可就没了啊 李世民于是同意指到便桥中间 他指代了亲随礼物 来到了便桥上 呵斥杰利克汗违背蒙约 完了就开始介绍 自己优秀的人士班子 杰利克汗脑子更猛了 咱俩是要打仗的 你给我说这干啥 李世民接着说 自己准备信守蒙约 希望突厥也可以做到 杰利克汗疑惑地问了一句 如果我不再遵守蒙约呢 不远处的长孙无忌吹了一个口哨 就在此时 大唐的军队陆续从周边涌了出来 开始以李世民为中心 排兵布阵 阵势非常浩打 李世民的套路很明白 要打我不怕 但是何谈对你有利 杰利克汗开始心里打鼓 李世民囚禁了自己的使臣 又带着军队前来搞事 明显就是早有准备啊 这时候李世民又趁机继续骑马来到跟前 给杰利克汗分析信守蒙约的重要 李世民心里清楚 突厥人南下打秋风 无非就是 为了金银珠宝和生活用品 为了让对方有个台阶 说打算给杰利更多他需要的好东西 杰利的心思被李世民全部猜中 色力内忍的他于是就泼下驴 下令撤军回营 二人约定重新建立盟友关系 两天后 在为何便桥上杀白马盟事 8月30日 李世民亲自到场 李武牵着白马来到便桥之上 依依不舍地和白马告别 在双方所有人的见证下 无辜的白马被斩杀 突厥退兵了 但是李世民心里的憋屈没有 他为大唐赢得了实践 以后突厥再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等着李静吧 李世民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内忧外患 稳定了政权 但是天下早就被连年的战争打烂了 整个隋朝末年到李唐统一天下 天下人口从5000多万减少到1500万 除了户籍统计的失误 战争对百姓的伤害触目惊心 李世民接下来的路更加任重而道远 想要实现真观之志 他又会从哪方面开始呢